群众把草案印出让蓝绿都批评 而总统蔡英文三号深夜也在脸书上发文澄清 蔡总统在脸书上强调 绝不会让孩子上战场是国民党刻意误导人民 而我们在做的是让国防更强 也有决心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不过蓝营北市议院优书会翻旧账 指出过去李远哲曾经与总统讨论近邻排探 蔡英文却说2024以后不是我的事 有这种心态要拿什么保证未来 蔡总统的人生又为谁负责过 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 而且一直没有办法有有效的对话 现在制造战争的氛围 或者甚至让人民感受到不安 我想蔡英文总统应该非常清楚 她的原因症结在哪里 蓝营反击蔡政府造成两岸剑拔弩张 才导致拳斗法一连串争议 不过民进党内却把矛头对准国安及国防体系 有绿营人士指出这次权动法造成的政治危机 有两大主因 第一是国安会没有紧盯演绎状况 第二是国防部没有做好横向沟通 起初国安高层下令要修权动法 因此交由国防部拟定草案 然而军方预告前却没与立委沟通 闭门讨论后就直接公告 过程似乎有些草率 服务高层紧急踩刹车 就怕冲击2024选情 国防部确实需要检讨 未来相关敏感法案提出前的沟通讨论 需要做到更细致 以免好的法案被断章取义 导致人民的误解甚至影响选情 后续国防部会依照刑律院的指导 针对所搜集的意见 协调相关部会来做深入的研讨 获取共识 再依据法制作业的程序来办理 权冬法何时重启修法没有时间表 但在两岸局势越来越紧绷之下 2024不论谁当选 恐怕都必须面临 权冬法的修法难题 欢迎新闻 参与至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